大家好 我是Haidy 歡迎收看《粵語罪財經》 最近東方因選小作文事件 鬧得沸沸揚揚 12月5日 官方在一個活動的預熱視頻下 發佈了宣傳文案出自誰搜的評論 聖稱多數經典的小作文 都是文案團隊創作 並不是全部都出自於主播的手筆 這個言論擴散後 激怒了董宇輝的粉絲 他們質疑東方因選 在否認董宇輝的貢獻 對於網友的反應 官方處理起心明顯太遲鈍 期間媒體還曝光了CEO孫東玉 不讓董宇輝回歸的內部聊天記錄 孫本人在視直播也說過 過於極端的觀點 是對董宇輝的過度吹捧和貶低 這些都好像火上燒油 為了表達自己的不滿 網友不僅通過取關帳號 公開向東方因選示威 甚至還集體湧向競爭對手 數據顯示 只是12月10日至13日 東方因選抖音帳號 屢計掉粉12萬以上 股價也在三個交易日之內 下跌了1成4 20個億灰匪厭滅 這輪便益了高途略 短短幾天 賬粉27萬 銷售額暴漲250倍 隨著這場抗議大潮越演越烈 余敏紅終於坐不住了 他必須要站出來發聲 12月14日 東方因選創始人余敏紅 在抖音平台發布視頻聲明 回應近期的小作文爭議 他提到 這個本來是公司內部的一件小事 因為處理不當 變成了洶湧澎湃的漁程 他作為公司董事長負領導責任 也向宇輝表達了協議 東方因選直播業務 自2021年12月底開播 直到去年6月中旬 憑借董宇輝的商譽直播爆火出圈 當月東方因選直播間粉絲部帳 突破千萬大關 議價的粉絲量已經突破三千萬 東方因選小作文事件 源於12月5日開啟的吉林行 董宇輝在直播中的文案獲得網友稱讚 12月6日有網友詢問出自誰手 該帳號的小編回應稱 每一次小作文製作 都是主播在鏡頭前 背後是文案創作團隊 拍攝團隊 剪輯團隊的小夥伴 大家合作才有了一篇篇的專長小作文 這個回應引起了董宇輝粉絲的不滿 有網友稱 余敏雄都說山西小作文是董宇輝寫的 之後董宇輝小作文東方因選CEO 稱董宇輝年薪不止千萬 董宇輝再回應小作文事件等等話題 登上微博二手 事情發酵多日 東方因選抖音號 調粉張近26萬 公司的股價也受到影響 12月11日至13日 三日累計下跌19% 回頭來看看 東方因選之所以能在電商直播中翻身 一方面離不開董宇輝的差異化競爭 另一方面更離不開大量粉絲的支持 無論是董宇輝本人還是東方因選高管 在這次事件的回應中都提及翻圈文化 同時網上不少分析人士也將這次的遇情危機 歸於粉絲自我形成的翻圈文化 但龐瑞認為 現在的直播圈是否已經形成真正的翻圈文化 還有待觀察 他解釋說 現在只是體現了這樣的趨勢和可能性 離真正的圓藝圈範圈文化還有很大的距離 核心要看直播大貨主播 究竟可不可以穩固建立個人品牌和號召力 和對粉絲的帶動能力有多強 大貨主播的個人魅力和號召力 好像還不足以令粉絲為他們死心塌地買單 東方恩選和董宇輝關於翻圈文化的表述 更多的是一種借用、一種比喻 龐瑞還分享了他對這起事件爆發原因的看法 他認為董宇輝的人設是一個有文化的才子 他在直播賣貨的同時 用出口成章的方式傳播知識和文化 令他在大貨主界顯得意中不同 也獲得了很多粉絲的喜歡 但是當小編透露董宇輝的小作文 並非完全尤其本人創作 而是團隊的合作成果的時候 一些粉絲感到失望和憤怒 認為這些破壞了董宇輝的人設 也質疑了他的才華 黃合水就表示 飯圈文化是一種情緒性產物 而非理性產物 對於品牌來說可能盛也銷賀、敗也銷賀 企業品牌和個人品牌之間的關係 也會隨時間、隨條件的變化而改變 當企業發展正正日常的時候 個人品牌成為企業品牌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黃合水解釋 一個優秀的企業隨著消費者對企業產品或服務深入了解 企業品牌資產中 個人品牌資產所佔的比重會逐漸下降 也就是說 有魅力人物的影響力會逐漸下降 在這起事件中 隨著疫情持續發酵 粉絲部分行為在客觀上 造成了東方欣選企業品牌和董宇輝個人品牌之間的不統一 據報導 12月11日晚間 為了向東方欣選叫板 董宇輝的粉絲插平高圖佳品的直播間 據澎湃新聞 東方欣選直播間 12月11日觀看人次只有818萬 而前三天的這個數據 在1,210萬到1,691萬 黃合水建議 這個講明董宇輝的個人魅力 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東方欣選的品牌價值 兩者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 東方欣選想要走穩至遠 還需要創造董宇輝之外的品牌聯想 而不是在提到東方欣選的時候 公眾只能想到董宇輝 龐瑞認為小作文事件 反映出大主播和平台的關係問題 到底是人保氣還是氣保人 即是到底主播大於公司 還是公司大於主播 當然東方欣選不是明星藝人公司 並不會選以主播為中心的運轉模式 但是股價下跌和粉絲的流失 余敏雄在12月14日的回覆裡面 提及小編的做法 嚴重缺乏職業精神 也說明公司管理上有很大的漏洞 東方欣選CEO 孫東欲 在對問題進行解釋的時候 提及董宇輝的薪酬 這樣的做法也是不合當的 孫東欲在14日下午發佈致歉視頻 對自己近日在直播裡面的神態 嘟嘟逼人 和把手機放在桌上的動作 提到董宇輝的薪酬等等行為 向網友和董宇輝道歉 自己提到董宇輝的薪酬是不職業的表現 據媒體的報導 為了平息小作文風波 董宇輝和孫東欲 曾經在直播的時候開玩笑港道 自稱很了解業務的小編 在評論區立戀回覆 導致很多朋友都不舒服 我和余老師直接告狀了 余敏雄叫我和東方小孫直接溝通 我們今晚非常激烈溝通了 大概喝了好幾壺酒 所以說小編這一次 夠膽揭董宇輝的底 絕對不是個人行為 大概率是余敏雄架空董宇輝行動的一部分 是大波士和孫東玉受意這樣做的 他們為何要這樣做呢?答案很簡單 沒有董宇輝沒有今天的東方恩選 但是董宇輝也都在東方恩選 形成了一家獨大的地位 聽說董宇輝一個人貢獻的銷售額 就佔了公司營收的四成到五成六 相比之下 另一個指標更加驚人 董宇輝擁有1351萬粉絲 而東方恩選2號主播YOYO 只有138萬相差10倍 對於企業來說 這種格局的風險是巨大的 如果董宇輝跳槽不倒也沒有半條命 余敏雄這樣的老江湖不可能不清楚 所以他迫切需要在東方恩選 索造出幾個大主播和一系列腰部主播 這次事件說到尾就是去董宇輝化 沒有把握好節奏 有些操之過急 同時又沒有找到對的人選 來分擔董宇輝的流量 不僅引發中路 白白失去一部分的粉絲 甚至還比董宇輝更大的底戲 余敏雄也將自己搞到騎虎難下 聽說現在已經面臨在孫冬玉 和董宇輝之間預先一個尷尬了 如果一定要補誰的話 顯然是董宇輝更加重要 東方恩選短期之內 還承擔不起失去他的後果 當然了 董宇輝丹輝的本錢暫時也不大 最明智的選擇就是問老闆 當我要一些獎金 不知道大家覺得呢 這一期的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歡迎大家留言評論訂閱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